非常有高兴有机会来到CubeCon Cloud NativeCon 分享我们在安全上的经验 我们今天的议题叫 Redition Views CubeNatives集群管理员的安全实践 是本次会议中为数不多的安全议题之一 我们希望能大家看看真实的攻击者 看看他们是如何攻击CubeNatives集群的 非常期待得到各位的反馈 刊物或其他任何意见和想法 首先我想向自我介绍一下我自己 顺便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议题 即使我们已经在议题的35分钟内 塞入了很多信息和内容 但是对CubeNatives安全来说 时间还是太短了 如果你有更多想要知道内容 或希望与我交流的话 开源社区和安全社区的同学们 经常叫我Near 这里有我的GitHub和个人邮箱 欢迎你以公开或者私密的方式联系我 我之前在BlackHead 我曾经在GitHub的火星无人机计划 做了一些微小的贡献 也能看到我曾经捐助过几个非常有趣的开发者 对于我来说 写代码应该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 我在腾讯 负责的工作是公司内外部容器安全 运营生安全 前段安全 客户段安全等场景的攻防对抗 对其的核心原理 进行分析和攻防对抗能力的建设 主导和攻坚 多起另外一部安全攻防演习 首先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介绍 除了前面的自我介绍和一体介绍之外 我会带大家重温一些Kubernetes的安全特性 并非全部的安全特性 如果你对CKS的考试内容很熟悉的话 那么你对这些特性也不陌生 之后我们会给予两个真实实际的 Red Team案例 来展示一些黑客攻击Kubernetes的集群 它的手法 讲述黑客是如何一步一步的获取 Kubernetes集群管理员的管理员权限 有些非常经典 有些则具有原创性 最终我们将总结几个Kubernetes集群管理员的 新的安全提示 希望也能带给您一些新的东西 众所周知呢 Kubernetes支持一些安全特性 帮助我们安全的管理网络 记录日志 管理住户权限 保护节点和其他容器资源 加密数据以及管理安全运行时 而针对这些安全特性和能力 黑客的攻击手法也在不断地进化 针对Network Policy和Service Mesh 对其网络管理的能力 攻击者们进化出了新的内网灯口 什么技巧 针对APS Server的设计 全线控制和Port Security Policy 攻击者们研究了新的绕过手法 针对APP Armor NetSpace,C Group和CAP的那个特性 攻击者们研究了很多容器逃逸的手段 这些新的攻击手法是层出不穷的 我们根据两个真实的红队攻击案例 来大家更直观地了解攻击者的手法 这里指的红队就是指在企业的攻防演练过程中 扮演攻击者的那个角色 让我们通过接下来的内容来解答 攻击者是如何和上述Cubernetes安全特性 做对抗的 这也能让大家进一步了解Cubernetes的安全设计 我们把黑客对Cubernetes集群的攻击方式 根据他们的攻击起点分为两个类型 一种来自伸长碗 以攻击线上应用为起点 另一种来自办公碗 以攻击人为起点 要介绍的这个案例 是属于办公碗这个类别的 大致流程一般是这样的 黑客会使用客户端软件的漏洞 欺骗、钓鱼等手段 控制一台员工的电脑 这是黑客的经典传统 获取一个权限之后 黑客会申请一个老的Cubernetes Configure 用它的Token 或者找到一个老的Cubernetes Configure Page 拥有一定的和APS Server交涉的权利 并尝试进行权限提升 目的是突破RBAC 控制其他用户的Cubernetes资源 获取捷衍上的权限等等 最终他们希望提升为Class Admin权限 这是一个权限提升的过程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一步一步的讲述 2021年的一个真实案例 带大家深入一些Cubernetes的安全设计 进入一些细节 需要注意的是 本次材料中所有的案例 我们都是以红队为第一人称视角的 也就是攻击者的视角 那么在这期的案例里面 我们之所以可以获取到 企业的一个员工电脑权限 控制一个员工的电脑 是使用到了即时通讯软件的一个历史漏洞 当黑客在即时通讯软件中 收到并点击我们发生的A代码 它的电脑就会被我们所控制 这里和Cubernetes的安全 关系不大 我们就不再延伸更多的细节 然后我们根据员工 浏览器的浏览历史和浏览器的Cookie信息 会起到的一个Cubernetes文件 当然更多时候 我们可以在CubeConfig的默认路径里 就能找到这个配置文件 员工使用这个配置文件 在管理它属于它的业务和应用 这个应用在这么大的公司里面 只能算是一个小的边缘业务 分配给这个员工的资源和权限 也极为有限 不过有趣的是 不过有趣的是中国有很多人 很多开发者 不像这个集群管理员一样管理集群 很多人并没有规划RBAC 把class的admin的CubeConfig配置文件 分配给每个需要使用Cubernetes资源的开发者和运维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幸好 红队这次的目标集群 是一个有安全意识 且考取了CKS的架构师在管理 并且由于这位员工只负责一个大公司的小业务 所以受到公司集群RBAC设计的影响 它是不可能拥有集群class admin权限的 也没办法查看不属于它的netspace 更无法管理NodeRuleRuleBunding的资源 那么下图所展示的结果呢 就是我们当时在环境里面实际测试的结果 我们希望搞清楚 每个普通用户在集群中都拥有什么样的权限 可以看到我们获取接连信息 和Kubernetes系统Netspace的port信息 是没有权限可以获取到的 如果我们想要创建ServiceAccount 就是我们想创建ServiceAccount 也会被APS Server所拒绝 这是非常典型的RBAC设计 最终我们写了一个简单的脚本 把所有资源类型和Kubernetes支持的操作类型 跑了一遍 我们发现Bubble这个员工 只能在自己的业务和两个Netspace操作 一定范围内的资源 右侧的这个图就是一个简单的示例 它没有其他业务管理员的权限 当然它也没有集训管理员的权限 对于没有掌握更多Kubernetes支持的攻击者来说 去攻击其他员工或许是他的选择 但是这个时间成本就比较大了 针对Kubernetes有更多的手法 值得黑客们去尝试 攻击容器所在节点和节点上的其他容器 是一个不错的限制 如果能获取节点上的入热权限 那么对于黑客来说 那么对于黑客来说是一个不错的突破 这类手法我们一般称之为特殊权限的容器 或者容器逃逸 但是针对于这一点 Kubernetes依然有安全特性可以防御 那就是Port Security Policy 现在叫Port Security Admissions 不过因为这个是一个2021年的case了 那个时候唯一的标准和工具还是Port Security Policy Port Security Policy会拦截所有不符合策略和规则的Port创建请求 因此员工和黑客只能创建符合规则的低权限Port 这里展示了目标集群的部分Port 这里展示了部分目标集群的Port Security Policy设置 也就是我们右侧的这个部分 当我们再获取Cluster Admin权限之后 才能看到Port Security Policy的详细信息 在目前的这个情况 黑客是看不到这些详细信息的 这里你可能关注到了这个Port Security的一些细节 这也是等会我们要讲的内容 获取节点的权限对于黑客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节点的危害也是非常大的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尽量避免特权容器在节点上面被创建 黑客可以使用进程注入后门提权等手段 对节点进行更多生存式的利用 这里我们就不再多介绍了 那么黑客的路子又被堵死了 细心的同学可能在上一页的Port Security 发现了一些漏洞 但是当时我们是没有Port Security的详细信息的 那么怎么获取到这些详细信息呢 虽然无法查看创建控制特权的Port 但是搭钱那次Base里面 普通应用的Port我们还是有权限的 观察创建前亚目配置和创建之后的Port的亚目信息 我们可以掌握集训管理员的一些其他设计 其中Admission Webhook里面插入的新设置是值得注意的 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里面LXCFS的新挂载被插入到了Port中 在我们的理解里Admission Webhook像是一个APS Server的插线机制 它可以响应用户提交下来的资源请求 并在新的并插入新的配置和教员原有的配置 值得注意的是 在后来的Admission Webhook设计中 修改类型的Admission 必然会在教员类型之前 而Port Security Policy也是一种教样类型的Admission 也就是说修改类的Admission 对Port的修改 对Port配置的修改 最终都要经过Security Policy的教验 因此我们可以判断 此处由LXCFS Admission插入的新目录 安全策略所运行的主机挂载目录 肯定为实际挂载的副目录 如果不是副目录的话 则对应不同的Port的LXCFS的UID 所形成的挂载目录 就会被Port Security Policy所拒绝 到那时所有的Port就不能被创建了 有的由于Port Security Policy的规则 是提前设定的 而且是静态的 不可能根据Admission Web復刻的新需求 而变化 Port Security Policy所建制的挂载目录 则必然会是Admission Web復刻 所插入的主机目录的副机目录 才可以执行 于是黑客可以主动挂载LXCFS的副目录 到容器内 也因此我们获取了可读可写的LXCFS目录 而且由于我们追触到的副机目录 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前节点 其他Port在数字机上的LXCFS目录 LXCFS目录不仅包含了 为每个容器吸取出来的CPU内存等信息 其实每个LXCFS目录 还包括了对应Port的Cgroup设备纸系统 当我们可以以可读可写的方式 挂载LXCFS目录时 我们就可以改写Cgroup对设备读写的限制 允许我们在容器里面 访问和读写任意置办设备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读写 数字机上面节点上的任意文件了 而对于黑客来说 就是等于成功进行的容器逃逸 并控制的母机 这很容易理解 只要我们在计划任务里 写入一个新的任务 又或者创建一个新的特权的 恶意的static powder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一点也是很多安全系统 没有防御和检测到的 这里我们展示了整个利用的全过程 单个节点的权限 并非攻击者的所有目标 集群管理员的权限才是 有些集群管理员会在每个节点 放置ClusterAdmin的Coper Configure 这是很危险的做法 我们应该尽量避免黑客在 获取到集群的权限之后 就可以直接控制整个集群 这次集群管理员非常聪明 他使用demoset对节点进行自动化运维 所以节点都非常干净 没有任何的痕迹 并用demoset的清理节点 让黑客可能会利用到的 所有密钥和密钥文件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运维实践 但我们也在众多节点的 自定义demoset的副本中 发现了一个特殊的service account 它居然被赋予了 可以查看Coper System 蜜月的信息和权限 而这些信息里面 就包含了Cluster的密钥信息 由于demoset会在每个节点上 运行一个prod副本 所以赋予它的service account 其service account token 会在每个节点上面都能获取到 自此我们经历了从办公网 或许classadmin权限的全过程 这个真实的case 让Kubernetes的安全能力 和黑客行为变得更加直观 那么针对这些黑客技巧 我们该如何防御呢 这里有一些关键的众生防御关键词 对于Kubernetes的窃取 我们可以优化配置管理的保密信来完成 也可以基于EDR对Kubernetes的关键配置文件 进行保护 EDR可以发现黑客窃取Kubernetes的行为 虽然本次RPA-C并未出现明显的安全问题 但是基于基线扫描 可以避免一些明显的RPA-C配置PRO Pod的安全限制 更推荐使用新版本的Pod Security Admission 之后我们会详细描述这个观点的主要原因 而XCFS的挂载 应该用PRO Security Admission 限制为止读权限 无锡取权限的挂载 而各家动态的限制 应该在实现修改类Admission的同时 实现安全限制的校验类Admission 用来补齐PRO Security Policy的短板 容器逃逸的行为 可以使用运营时的安全循环 容器逃逸这种方式 可以使用运营时安全进行检测和防御 Service Account的权限过大 也可以通过基线扫描的方式进行检测 并提前限制和收敛Service Account的权限 这里就到生长碗这个类别的时间了 不过在办公碗的时间里 我们介绍了很多详细的过程和动作 在生长碗里面我们不会这么做 因为这样很占用时间 而且生长碗的限制比办公碗更多 攻击门槛也更高 黑客的行为也更加容易预测和检测 而且有很多手法跟办公碗里面是通用的 这里我们画了一张简单的图 介绍黑客在Kubernetes默认的网络环境中可以攻击的对象 黑客在Kubernetes容器里 接触网络远比在传统IT7中要复杂 从近到远 一个被控制的网络容器 在没有特殊的Network Policy的限制下 默认他可以反正问到所有Netspace里面中的容器 所开放的端口和所有Service虚拟出来的端口 另外容器母体节点上面的端口也是可以正常访问和攻击的 节点上面的服务漏洞也是获取节点权限的一个常用手段 其中都会远程API2375端口 Kubernetes10255-10250端口最为聪明 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了 如果集群所在的网络环境可以访问到外网 或者其他内网服务和相邻集群的话 那当然容器也都是可以访问和攻击的 这里标注出来的是我们的攻击流程 其中就包含了我们这一次通过生长网对目标进行攻击的主流程 包括我们如何获取第一个容器的权限 以及到最后获取classadmin的步骤和流程 大致的流程一般是这样 Hicker会在外网找到一个安全漏洞 并通过这个漏洞攻击Kubernetes集群的一个容器权限 通过这个容器在Kubernetes网络中进行横向移动 攻击其他容器节点 甚至攻击APS Server 并逐步在不同的应用中收集群与Kubernetes相关的密钥和证书信息 最终达到控制classadmin的权限 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获取的第一个容器权限是一个API-6容器 这是云原生开源的API网关 这类的网关有一个通病 稍后我会详细讲讲 而API-6的这个安全问题 甚至让黑客获取了容器的原生攻击权限 最终我们通过和云服务厂商的API进行交互 获取的classadmin的攻击权限 这也是一种常见的黑客行为 原设上购买云厂商的Kubernetes产品 云API一般会支持获取classadmin的 Cubeconfig权限 大权限的API密钥其实比 Kubernetes Classadmin的权力还要大 但黑客为了到具体的项目中 切取具体的数据 也会通过云API返现控制 托管于云厂商的容器集群 这是一种常见的做法 对于管理员能力保护力度的不充足 其实是目前开源云原生 API网关的通病 目前最出名的开源API网关 解决方案就是con和api6了 开源版本的con apiadmin就是管理端口 管理API默认没有建权能力 只能通过网络来源进行限制 而在这个方面 之前的API6主要依赖于API Key 但是开发者在实验中 经常不修改默认密钥 又对一 一又加上API6支持 载入新的路亚代码 设置动态路由接口 导致黑客可以通过该功能 在API6容器上面执行正应命令 幸好API6的开发者 会非常重视这里的安全设计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 因为API6和con有很多人青睐 另外也有一群开发者 为con和API6开发了图形化的dashboard 可惜的是和原有的APIadmin 保护能力一样 这些dashboard在健全和登陆的安全设计上面 极为糟糕 甚至更差 我曾经在conA这个比较出名的 第三方dashboard上面 发现了多个登陆绕阔的漏洞 成为了conA长期解决 长期时间未解决的issue 拿下API6网关对攻击者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这意味着攻击者 或者说是黑客 可以攻击 掌控截持集群所管理的栏被流量 以此摸清和控制集群对外的和对内的能力 对攻防更重要的是 获取集群API网关可以打通网络隔离的限制 获得入网和出网的通道 还有另外一个决定生产完安全水准的重点 是应用漏洞 对应DevOps 安全从事者们遵从DevSecOps的概念 可以有效帮助公司收敛应用漏洞 另外一个Kubernetes安全建设的重点 是应用式安全 应用式安全可以帮助我们发现黑客 和恶意软件的行踪 更容易识别 容器逃逸的行为 检测黑客的漏洞利用手段 如果拥有一个建设完善的 运行式安全检测能力的话 那么之前我们提到的很多黑客行为 包括办公网里面的部分 都可以被运行式安全检测到 那么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 是时候来讲讲一些新极有序的安全提示 帮助我们更好地保护Kubernetes集群 第一个我们的提示是 Polar Security Policy并不是一个保密的安全策略 这么一听是不是有点不知所谓 这场情况我们设计一个安全策略 我们希望这个策略对于攻击者来说是保密的 因为如果能获取安全策略的细节 就容易绕过现有的安全策略 Polar Security Policy原本的设计上 也是一个不得一个公开的安全策略 只有ClassAdmin集群管理员知道它的细节 但对于K8S友好的出入提示来说 由于这个出入提示过于友好 黑客可以根据一个Polar的策略请求 很容易碰撞出所有的Polar Security Policy信息 攻击者也就更容易从中找出漏洞 竟然影响到节点的安全 Polar Security Admission的设计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线上的环境的错误提示显示在Event支援中 你只有查看事件的权限 才可以获取到这个出入提示 Polar Security Admission对于管理员开发者来说 也更方便推荐大家使用 这里我们所展示的就是 我们使用一个简单的Polar Security请求 去尝试知悉Polar Security Policy都禁用的哪一些 配置 也列出了我们已知的一些 可以获取节点全身的手段 第二个Tip可能同样不可示意 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如果我把一个没有健全能力的服务放在内网 它就是相对安全的 如果你也这么想 那么这个提示可能就很适合你 这个Tip来自于Kubernetes一个很长时间未解决 却已经公开的安全问题 Kubernetes Issue 101493号 是一个服务端 矿站请求伪造的漏洞 这个漏洞可以允许黑客一定条件上面 构造APS-7和MASC的节点 从MASC的节点发出的请求 使用这个请求 请请求我们原本无法访问到的一些信息 使内网保护和部分网络限制的保护没有效果 这样的问题在Kubernetes中还是比较常见的 安全中 您信任的概念建议我们 每个应用服务都应该是附带加密和健全能力的 事实上 如果你能像云上用户一样管理不同业务的网络 这样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每个用户在新建之时都默认会更新Network Policy 使得不同业务的Network Policy之间无法相互访问 简单需要时再申请Network Policy白名单 看看多么严格的网络限制策略 显然作为集群管理员 我们很少能如此严格的管理集群网络 几乎无法落地 其实图的Network Policy 即使在Kubernetes时代 IPTables的网络管理能力也不应该被忽略 虽然老旧 虽然有点老旧 但是并不过失 特别是单个POD内的网络限制 由于POD内面多个容器共享一个NetSpace 共享一个NetNetSpace 所以我们可以在InitContainer跟SightCarContainer里面 对业务容器的IPTables策略进行设置 在不修改代码的情况下修复SSRF的漏洞 或限制容器内端口的开放 最后我们试着想想 如果没有Kubernetes为我们提供的这些安全能力 集群管理员没有进行我们今天所讲述的安全实践的话 黑客攻击我们的集群 会是什么样一个糟糕的情况 试想 如果APS Server没有健全能力 黑客只需要能访问到APS Server 就能控制整个集群 如果没有RBAC 黑客只要获取到一个Kubernetes Configure 或ServiceAccount也能做到上述效果 如果没有Port Security Policy 折Kubernetes的节点 它们的安全就没有办法得到保障 也会影响到节点的稳定性 如果没有K8S Admission Webhook 就没办法实现一些更灵活的端态交易 如果没有Network Policy和ServiceAccount 和Service Mesh 黑客只需要使用老旧的手法 就能攻击集群建议的目标 Kubernetes的安全设计 和安全特性和安全能力 真的非常有用 而且非常有趣 感谢Kubernetes的设计师和开发者们 也非常感谢你听到这里 如果你有更多想要知道的内容 或希望与我进行交流的话 欢迎通过Github或邮箱联系我